年輕人始終是年輕人 都是急點 好, 跟你二千六百元 我四條女兒開來見我 四條女兒都被你拿到? 不過, 你也不幸運了 我只是冠冰冰 你輸了 你在用的是兩年前美國過時的產品 而我這一個是上個月香港發明的投資遠點 價值十一萬 投機是否就是賭博呢? 大家認識我後都知道 我是不會賭博的 我是很討厭賭博的 賭博股也不買 不過, 投機和賭博中間有沒有分別呢? 有很多人都很不喜歡投機, 因為跟賭博一樣 有些人很喜歡投機, 因為覺得就是賭博一樣 有些人喜歡投機, 因為覺得不是賭博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今天很特別的一個分析, 或者叫做教學 就是分享我自己的觀點 二十年來, 頭的八年, 我們是賭博嗎? 這是什麼呢? 不同的工具, 賭博, 選擇, 期權, 期金 打橫打直, 怎樣的方法都試過死過 所以這個經驗不要跟我鬥了 好嗎?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麼是投機 然後我投機的四部曲要怎樣做 其實投機只是一個名稱 在劍橋的分析裡面 投機的分析就是你在不確認 知道情況底下 即是 英文 不確認也不知道情況底下 你嘗試去猜測 猜測的結果底下 最後的結果呢 跟你的結果一樣 這就是廣東話版劍橋的翻譯 所以我們知道 投機或者 聽起來很搞笑 很危機重重 說到投機呢 都有三樣東西會牽涉到的 第一 短線 第二 圖表分析 第三 槓桿 是不是? 如果三樣有齊 我們就叫做投機 我只覺得 投機和投資 和賭博的分別 其實大家都有所不同 所以第一 我們說投資 是長遠一點 不是看圖表的 看報表 或者看經濟 以及可能不會那麼多 牽涉在衍生工具裡面 這就是投資 可能是說的 是被動收入 但是投機呢 剛才說的三樣東西 可能是主動收入 即是要看著圖表 但是它和賭博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呢 如果投機也有很多種 如果投機去到一些 窩囊牛窮症 一些叫做 世價股 有莊家的那些 那你和賭博就一模一樣了 因為賭博呢 基本上 莊子告訴你 它是正在贏的 你進去的時候 有多少是賭神 有多少是賭勝呢? 全部是開賭的賺錢 現在叫賭王賭神 賭后那些是 什麼人呢? 開賭的 所以現在的短線投機 如果真的賺錢那些 是操控世價股 操控沒有成交股 貨源歸必股股票 大股東 就是可能是 全部是過度集中的股權 又或者是自己卵 或是衍生工具 發行商本人 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投機 是有什麼做的呢? 可以以下四部曲 可以參考一下 那你可以分別到 是的,我不是投資 不是長線 但是可能呢 我們呢 是不會去到賭博 經過規矩 我們要留意一下 那四部曲呢 大家要留意著 最後呢 我會給大家兩個 很重要的建議 所以加起來 都是六部曲的了 有四樣東西 大家要留意一下 如果真是短線投機的話 等一下呢 我會說清楚 你要記住聽到落尾 不要不聽到落尾 最後呢 才是最重要的 投機可以的 但是哪兩樣東西 一定要做 第一 講短線方面 因為投機關於短線 短線方面呢 最重要呢 你一定要計清楚 在圖表方面看呢 你一定是指贊的位 要高過指示的位 那就是 profit to loss ratio呢 是要多過2比1 甚至3比1以上的 至低限度的 你說 我明白啊 你未必明白的 到時機會來呢 你不知道 貼了哪條線 無端端買入了 然後指示的位置 設定了很遠的 每一次 紀律執行 每次都要在圖表 抹定 最好拍照 最好有些工具 幫你測試圖 是寫明 你一定要逼自己 拉住一個 profit to loss ratio long ratio 或者 short ratio 一定要夠大 才可以做這個 所以這個 你一定要做 短線方面 你要知道 短線也不可以 變長線 所以短線這個 的態度 大家要看清楚 短線被傳線 什麼意思呢 通常就是形容在 你虧錢的情況 你虧錢的情況 就打算和它鬥長命 股市 五波而已 不是升又跌 如果鬥長命 可能它反彈呢 不反彈也很回家鄉 不回家鄉也蝕少一點 不是的 不是的 所以大家 短線的態度 你想清楚 第一部曲 短線 接著要短線 但一定要定定 profit to loss ratio 第二 圖表分析 第二部曲 圖表分析的策略 都非常之重要 最主要就是要嚴守指線 如果你是相信 你做了功課的話 你的指線的位置 很多人都覺得 指線方面 又轉一轉位 很多人還會這樣做 一跌穿指線 大音竹 你就說 啊 我突然間找到一條線 這條線是新支持 千萬不要 如果是這樣 你差 是不是 你買的時候 你應該畫到所有線 你知道所有的轉勢 除非真是新的資料 另外完全新的資料 譬如你剛才畫一條線 畫一條線 兩點就是一條趨勢線 那兩點是不是今天發生了 如果那兩點是今天發生 你又畫錯線了 為什麼兩點的第二點 要畫今天的收市架 你看 對嗎 很多人就是有很多 小小我叫無賴的方法去做指線 基本上無賴不是對於外面人 無賴是要虐待你自己 所以大家知道 Cut loss一定要嚴守 所以達到一個情況下 你要知道 嚴守指線在圖表 一定要畫到 但是最主要 任何圖表分析 都是假設歷史 會再重複 還有現有的資料 或者基本分析 是沒有轉變的 當一個基本分析 或者經濟 或者一些數據公布出來 是跟你買入的時候 有轉變 你無必是可能 要調整你的策略 甚至要止蝕離場 這個是很多人都要知道 所以圖表分析 是這樣的意思 第三就是槓桿 槓桿最主要 就是你知道要有牽涉孖展 就是所有東西 都要以倍數進行 但是用對的工具 其實這個倍數也沒問題 用錯工具 你只是被人夾 但是最主要的用法是怎樣 第一 你一定要用盡 所有的孖展和槓桿 是算你最盡最盡的 risk 什麼意思呢 不是算你的本金 用了多少錢 是算你槓桿完之後 會影響你的組合多少倍 通常一般的期貨 槓桿都去到15 至20倍的槓桿 但是如果你本身 可以最槓桿最槓桿 400倍都可以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400倍不是不行 4000倍不是不行 你能不能吃到 你受不受到 以及是不是你現手指线 如果你知道最盡的風險 加上第二個點 你現手指线 你還可以玩這遊戲 但是沒有這個規矩 這個遊戲完全不適合你玩 不要想挑戰自己的心理 第二 因為槓桿的情況 千萬 短線投機 不可以交貨 沒有說越跌越交貨 以前我聽過一個例子 交貨叫黃金比率交貨法 一元不行 六個一毫八 六毫一八指又再交 五毫一再交 三毫八二指又再交 越交越大 在六一八的時候 跌到六一八個位 就交三八二 跌到六一八個位 跌到三八個位 跌到六一八個位 就交六一八 這個方法 真的你要是基本上 你知道你場上已經輸了 你的勢已經不在 為什麼不肯肯止蝕 記住最主要就是 你不一定要在哪裏 輸了 哪裏重新的 最主要你整個組合 最後場仗贏了就可以了 不是這個的 是整個戰士 你贏了 最主要這件事 很多人都想不清 是死混一個資產下去的 第四個策略就是什麼呢 你要記住一件事 短線投機 你叫目標 就是 Absolute Return 我初頭做完之後 我的策略上 也做回短線投機 一些小小的策略 是因為想試一下 做一個Absolute Return 什麼叫Absolute Return 就是無論市場怎麼變動 言論說什麼 習近平說什麼 出什麼政策也好 市場跌也好 升也好 你都能夠在量化分析 或者基本分析 或者做一個統計學來講 可以做到一個 跟外面的市場 相關係數極低的一個資訊 所以如果你今天投機 其實我覺得有意思得多了 因為你可能拿一個注碼出來 去試一下這個Absolute Return 你能否做到這個 叫做絕對回報的一個 組合出來 我曾經見到一隻基金 都很響躲下的 基本上它30年來 其實基本上 每年都是10-10%升的 不過近來 始終都有 失落的一天 這10年就是很差 但是它已經成功了二三十年 所以 基本上是有可能發生的 然後它也是做一個 Aergo Trading 或者做一個 Statistic Trading 所以大家都可以 因為投機上面研究一下 就是因為去對沖和分散 你本身一些 持有的總合的風險 因為還是怎樣也好 一種是系統風險 一種是非系統風險 怎樣也好 你怎樣去分析也好 是不可以分開了和分散了 政府、政策和耶倫 加不加息這些風險是分散不到的 但是絕對回報一個這樣的組合 有機會可能做到 今天可以試一下 但是最後有兩件事 大家記住 最主要你去玩這遊戲 一定要做到這件事 第一 注碼方面 一定要夠細 一定夠細的時候 你知道你的量度風險 以及輸有個譜 那麼今天我自己的組合是怎樣 我自己組合100元 我只會拿3元出來 做這個短線組合 如果這個短線組合 真的沒有了這3元底下 因為我3元不是買一個資產 我應該被人勤喊 才沒有3元 這3元沒有了之後 我要再重新策略 究竟我的組合和策略是否有問題 先再願意 好像有個投資者 我再給你多3元 是有點人格分裂的 即是有人在招你錢 去做一個項目 不行的話 你管他有親有戚嗎 是吧 輸錢的 要再重新檢討 除非有實質 有真實的數據下 我再給你多3元去投資 如果沒有的 3元完了就完了 所以註碼一定分清楚 第二工具 即是如果短線投機 多一點牽涉動肝 你最好是玩什麼呢 期貨 期指 期權都可以 但是一些 一些莊家 發行商 分完再分的一些貨幣 資產 例如ELN 或者是牛證 紅證 Wallon 又或者是一些 細價股 其實因為那個 後面背後的 mechanism 是一個人性的機會 是大些 所以你賺和虧 是沒有抱 沒有原因 沒有原因的賺虧 你永遠都沒有優化 如果你沒有優化 你怎麼去做到 一個絕對回報的 你做不到絕對回報的 你投機的原因 就少一堆 如果你繼續投機 你都不會放3元 可能放1元 所以沒有了這兩個的 執行 其實那四個的報告 都不可以做 沒有了這四個報告 又為什麼要投機呢 所以今天希望大家 對投機的角度 和投機的策略 希望有所啟示 最後也記得 很多不同的分享會 和查詢 世界各地都是有的 如果沒有 你告訴我 是哪個國家 或者城市去開 我或者也會找你的 最好是馬爾代夫 我去旅行一下 所以如果有 你立刻按下下面的條link 看看下次的 免費分享會 或者查詢是什麼時候 投資不是大學專利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這個是香港最新發明的 投資軟件 什麼 如果這個是 什麼 上個月 對了 是我家的 window 我長得 你 我去 谢谢观看